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建尼地正经,冯志正 山川壮丽,密产丰龙,江海滔滔,山岳高崇 中国感受河山,很多领导人和政府都认为 只要从娃娃找起,带小朋友回到内地,感受一下气氛,他就可以变成一个中国人 建立自己的文化素养,甚至中国人的身份 究竟这件事是否真的呢?我不知道 不过,中间的手法又或者学生见到什么呢?我就很有兴趣了 近期都知道,在复活节时,香港人大迁徙,逼爆了港珠澳大桥和其他关口 甚至在深圳湾大桥都要塞爆等一个小时才能回到中国内地旅游 复活节首日,更有百万港人塞爆口岸 不想消费真金白银,在那里想着喝喝吃看深圳的辉煌 这件事最重要是什么呢?整个行程是自愿的 家长 plan 得开心,未出发先兴奋 这些就是我们私人市场的力量 究竟公营市场又发生什么事呢? 新的学年在2023、2024的时候,就已经重启了中小学的内地交流计划 根据现时的政府政策,就是在四个主要学习阶段 就是我们所说的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四个阶段都要再去 或者各去一次中国的内地交流团 就叫做学生内地交流计划 由政府付钱去做 这件事做出来的时候,不单止你问我能否说没有回乡症不去呢? 不行 亦能否说病了,这个团不能加入呢?不行 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要考DSE怎么办呢?不好意思 在高中的时候,公社科是一定要有内地交流的部分 所以是更加之要必要去 政府在这个计划下,已经预拨了开支1.15亿 就去做这件事了 在我们现在百业那么兴旺的时候,政府还要花亿几 不要紧的,花完亿几 在香港的政府政策里面,还有一个叫资助计划 政府亿几的就可以资助你去 如果学校自己举办的话,政府都可以再派钱贴你过去内地交流 确保一定有得去,人人都有得去 这个计划究竟去什么呢?是不是去深圳去商场滑雪那么开心呢? 不如就看看 在教育致侵在上一个星期做了两个很专题的访问 就跟踪学生看一看,究竟他去了什么内地交流的计划 不如我们又出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中六的学生Chris Wong 参加了公社科的内地交流团 公社科内地交流团正如所说 是DSE考试的其中一个必要的部分 而且这位中六的学生去的时候 已经是差不多准备考DSE的了 在那么紧逼的课时下,花时间花内地 究竟又学到些什么呢? 首先,Chris就说 他坐高铁用了15分钟去深圳 再乘1个小时去到第1个景点 已经是12点钟 吃了饭才再参观 作为一个考生 如果你要做多几个数据,上多几个课 甚至乎SBA做好一点 那真的对你自己的分数有点影响 但在车程里面 先磨你1个小时 不,磨你很多个小时 去到已经是12点钟了 希望你行程好一点 看看有什么看 去到有什么看不要紧 最重要是先医五藏庙 先吃饭 因为都差不多有午餐了 政府 学校就说 这个午餐是一个自助餐的午餐 以为好吃好住 不好意思 这个自助步飞 Chris就说 真是好像监狱风云 拿着铁盘来装饭 饭送还要是冬的 很难吃 学生就笑他们做监等饭 这个学生就不对了 年轻人和监等饭 这些真是地狱式的笑话 不容易拿来说笑 加上这些公司饭堂 一向都是这样 拿着铁盘 拿着碟 铁盘 升盘 不受港 不起他 容易洗 又不会打烂 这些香港人 娇生惯养 经常跟爸爸妈妈回深圳吃好东西 这些当然是第一次接触 学生不开心 不要紧 最紧要好看 看了什么 这个地方 叫做深圳陆航太空基地 深圳有NASA 我们不知道 不好意思 不要说我们不知道 这个showroom 走到出来 可能只有学生知道 深圳这个太空基地 如果你看他的官方网站 很多相片 全部都是接待在深圳的学校 中小学学校 去看他的showroom 去看他的太空体验之类 整座大楼仿佛做出来 是做少少科研 多多教育 不要紧 既然坐了整个小时 应该不止 12点才到深圳 我想你坐了几个小时 花了几个小时 去到深圳 看下别人的showroom 都可以看下 看有些什么 这个就是深圳市潮山青年商会 拍的照片 有人讲解 有个展版 六行星祭四日 四人180日 受控生态保护 集成试验 的项目概要 其中一个 我记得是 好像是透过紫外灯 封闭的形式下 养植物 即是什么 你学校里面下面 我记得 有部机 现在做LED养植物 学校下面就能看到 不过不要紧 别人用深圳的 航天科技 很厉害 乘乘车去看一看 看完不止 你看这个showroom 摆得多漂亮 多像我们的太空馆 为什么不去太空馆 不要紧 你看多漂亮 全部都打到 打纳都打到 另一另 还有很多不同的 剪品和剪版 加上 还有长江的 五号火箭 模型 这个是模型 绝对不会那么小 另外还有 神舟返回仓 正 神舟返回仓 一比一 模型 让大家看看 还有这个 这边 就是有这个 仓外服 模型 让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就是深圳的航天科技 看到的东西 这个学生 去到的时候 他都说 那个巴斯光连基地 这是他的字眼 这个巴斯光连基地 还要是刚刚起好 没有冷气 很辛苦 好啦 吃完饭就开始看东西了 基地 就是看中国航天科技发展 导游就一轮嘴 讲讲讲讲 讲自己的祖国 多么伟大 很洗脑 但这些普通话 就太卷利 我们就 整班人都听不明白 看来 Chris 都非常 不是那么开心 这个行程 第二个景点 第二个景点 就是去到这个 一个板画村 第一个景点 踏去第二个景点 要整个 小时的行程 然后只看画 很满 Chris 就说 这些画和工舍科 没关系 导游说了一小时 我们没有人听他说 自由活动 自己找东西 翻查资料 究竟是什么 这是 杨永宇博士找出来的资料 原来 所谓的板画村 就是 陈烟桥的故乡 就是一条百年的客家村 村里面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居住了 只是有一些板画的工作室 和小店 你看这些 这样的地方 都是一个show room 第三个景点 Chris 去了哪 去了大疆 那家很有名的 无人机公司 只是开放了 一个lobby 给他们参观 很小 15分钟 就什么都看了 会搭整个 中车看15分钟 不要紧 Chris 就说 但是 他们的学生 要听着大疆的同事 说了一小时 闷到抽筋 大疆的show room 是什么样的 好不错 我又真的找到大疆的show room 是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他深圳 建出来的show room 很漂亮 整间Apple Store 你去Apple Store 你去DJI的专门店 比他更漂亮 这个就是 很多无人机去看 然后不单止 这里兜进去 这里兜出来 不怪只有15分钟就去看 我这些资料在哪里找的呢 这个是DJI大智无疆的展厅 这是一间拆展公司 他将这个 大疆的展厅整个floor plan 都放了上去 基本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进 这里出 不是真的很多东西看 200平方米 大概2000尺 3000尺左右 2018年起 疫情期间 没有什么好看 全式投影 不要以为是什么全式投影 projector 这个全式 不是我们所说的 好像很厉害的 可以摸下去 粒粒粒粒 3D那只全式投影 这个是projector的投影 这间设计公司已经告诉你 究竟这个展厅有什么好看 最主要 都是听那个人 作出分享 既然听那个人去分享 又要做这些展厅的活动 我想学生真是 拗爆头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踏几宗车 或者每个行程 自行程之间 要踏这么久车程 不如你zoom了它 录下它 播给我看 还有你刚才说的 无人机也好 科学管也好 太空管也有得看 究竟 为什么要花钱上去呢 很简单 他带你去看 而且钱是否你给的 不要紧 这个可能是 提供一个案 但是很坏的 杨永宇博士的教育刺针 再找第2个中六学生 阿珍的案 阿珍他也是的 他说这么大的人都没试过来回两程车 8个多钟 不准睡 内地交流团 他阿珍又看了些什么呢 首先阿珍的背景非常有趣 首先 阿珍是跨区上学 他是一个内地过来香港读书的学生 他那天要5点多起床 全程在车上要欣赏着祖国的 壮丽山河 他都在想 我在那里居住的 阿sir 干什么呢 入港珠澳大桥之前 又要听导游的讲解 上桥的时候又要看景 到了珠海又要听他们分享珠海的景色 我是阿珍 我都在想着 我可能真的住回珠海那头 你带我回家做什么呢 不过不要紧 最紧要是整个过程都要听 要有考验 每个人都要说他学些什么 教师说坐车都是宝贵的学习时间 等于平日上堂的时间 是不应该睡觉的 老师一见到我们睡觉 就会叫醒我们 坐车而已 不用这样 不过这个又真的不能说错 我记得在几年之前 我做了一份内地交流项目 其实就是要乘高铁和看港珠澳 都是一个学习的时间 不过这么说 学习这家东西是不是要学足整程车呢 我就不知道 他整程车就不用睡了 不过这个是一个一日团即日来回 他说这个是史无前例那么累 全程基本上就是上车下车 去了同一个地方 走两分钟又上车 走走走 又一天低日上学 又要做个好汗 又要五点几起床回来 对于他来说 阿珍最值得看 觉得最欣赏的地方是什么呢 或者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金湾机场 金湾机场 就是位置于珠海 1995年启用 06年的时候 机管局和珠海国资委合资的一间管理公司 营运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看这个商场 或者这个机场 的话 幸好 阿仰sir 都不下留守 金湾机场 根本上就是 不够钱 然后我们的机场 要倒贴 这个是我们 其中一个项目 不过不要紧 这些学生 不需要学那么复杂的东西 金湾机场好看 去看金湾机场 他就说 那些机场 教人怎么给指令 但是阿珍就说 机场好臭 油味好拿命 大堂厕所 超骯髒 跑道好臭 为什么好骯髒呢 原因就是 金湾机场 差点搞不定 由机管局负责接手 看能不能做好 你现在看机管局 香港的机场 比金湾机场 多多声 不过不行 这是内地交流团 要看别人的东西 阿珍就说 究竟这个交流团 对你来说 最大得着是什么 阿珍就说 唯一最爽的 就是不用用脑 要求报告我 有一半都是用 Check GPT 去做的 其他 都会 反正 随便做 都会合格 你看阿珍 原来上完这个课 最能学到的 是学Check GPT 你就知道 这些内地交流团 真是成效 一般 我们看到 我们在香港 大家很喜欢 去深圳 北上消费 分分钟 已经好过 这些 学校内地交流团 搞的项目 还要我们每年花一亿多资助学校去 去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要去 我不是说国民教育好与不好的问题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些离开了香港的人也好 反中乱港的人也好 经常消国民教育 不是的 我们想着你国民教育搞好些 我们也叫做有些朋友 或者旁边的朋友 都叫做可以 违反而反 喂 现在 你这件事 自己倒下了 就真的不是 违反而反 加上 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想象中的 就是从娃娃找起的项目 但现实中的 根本上 大家 可以用回政府那句 有点点 刺之以鼻 究竟是不是 全部都很差 我们不知道 所以要看一些研究的报告 才知道的情况 赵永佳教授一直都是内地交流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学者 在2019年发生了社会运动的时候 赵教授是有同样地在1819左右 都是在做一些内地交流团的项目 其中他很深刻地告诉大家 他认为 就是我们是用一些年纪大的人的思维 去看着中国 跟这个年轻人看着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因为 因为在他们那一代 赵教授那一代 就是他什么中国都见过 什么时候都会比文革的时代好 所以四五十岁的人 对中国的认识 好感度 可能非常之有变动的原因 就是 他见到政府 是向上升的 但是年轻人 就不是了 他见到的 中国是一个 现状的中国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 有光明有黑暗 所以 香港人 香港政府 就要给另一面 他看 赵永佳感叹 现在的教育 只会告诉香港年轻人 听中国是个强国 片面地宣传 他光明 璀璨 并且单方面 灌输 你要做中国人的观念 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 不单止 无感 接触到的现实状况 和新闻 资讯 时 只会觉得洗脑 欺骗 更加难以认同 这个做法 不单止 他还要告诉大家 在自己做一个研究 我记得这份应该是 大概1819左右 在教育大学 拿到的研究报告 内地经验对于中国 香港的年轻人对于中国 观感和身份的影响 他见到的 其实就是从那个发现来说 一些短途的旅程 是没有长期的旅程那么好 而且短途的旅程 其实他没有一个很确实的结论 就是有一个身份认同的确立 这些可能 从研究报告都得出到这个情况 他认为要好好地规划 和去理解他的执行细节 说到这里 你会知道 今时今日的内地交流团 不是说他洗脑 不洗脑 这样的问题 可能很多一些反对派的朋友 经常觉得 搞一些内地交流团是洗脑 对于很多教育的人来说 其实内地交流团 最大的问题 不是洗脑 是浪费时间 如果我们要看中国 我们要认识中国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从以前的通识科 到现在 跟爸爸妈妈 回深圳消费 都可以望到一个 片面的中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政府搞出来 在浪费公帑 一个现在的数字 都不知道 我们赤字 如何平衡的 香港政府 公帑 花了这个钱 然后拿了一些 课试 明明的课试 你可以去学英文 可以去学数学 但是 你只要回到大陆上课 究竟这件事对于学生 是利是弊 我真的不知道 我记得在几年之前 应该大概1819 应该是19年 当时是正直社会 运动的高峰期 我那时候 在香港的 非常建制派的研究所工作 出一个内地交流 计划的检讨 刚刚好学生内地交流团 做了10年 我和我们的同事和一些做过内地交流团的人 是拿了很多政府的文件 今时今日的研究很难做 有部分文件是有少少机密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手上拿到 研究他们的标书 究竟标书是怎样写的 我们最后的发现 就是这些内地交流团 基本上是参差不齐 而且是浪费了我们很多的 期望和时间 不是学生时间 连老师时间 搞一些行政事 都搞死他 究竟这些团 既没有学术的工作 没有学术的成果 学生又学不到 浪费了教师时间 洗了政府的公帕 做来做什么 我们看到 政府的罐头式交流团 报价还要低个市价 用佛山广州岭南文化交流团 比较 教育局出出来的标价 人均的消费是610元 但是市价 去到860多元 简单来说 这次政府的 价低者得团 便宜了三成 意思就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他不断你的饮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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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 他真是不知怎样可以回本 这种价低者得下 投标者 或者他 organizer 是做出一些 较适等的方案 例如会用一些 质数较低的 导游 又或者 不需要考试 甚至乎 只要简简单单 找个part time 文工出来 都可以对着 稿读 完成了整个项目 这些内地交流团 可以说是零质数 我记得当时 写完这份报告的时候 我去了两三个地方做presentation 其中一个当然是中联办 接着之后去教育局 我记得这份报告先给了教育局看 当时 就是这位 教育局的副秘书长 康陈翠华 率领着很多同事 六七个同事 坐正在那里 看我们的报告逐个圈 逐个点 说明这份报告对他的指控 并非常不公平 这里说得不好 不是我们教育局的团做得不好 我们做得非常好的 真的撑点威胁 我们不要出禁制 当然不要紧要 我又不是收他钱 当然出了算 出来 你会看到 这些内地考察的安排 2022年 究竟是否一定 当时 2022年 他都说 除了特殊情况 例如跌低了脚或者重病 否则上 不能够不参与 这些内地交流团 简单来说 他真的逼大家 这是他的baby 可以说是教育局的baby 究竟这些baby做得好 究竟是爱国还是害了国呢 你自己回去想想 不过有样东西不同了 康太已经不在了 不是他的人不在 康太的职位已经调走了 现在他那位 课程及质数保证科 交给陈女士 陈慕颜女士 就去负责 陈女士当时 是第六位 副秘书长 当时是负责 一个暂时性的 国安法相关的安排 落实 官校的一些政策 以及一些 其他的 国安法的安排 等 康太退休 或者再再再退休 之后 就由陈女士 去接任 课程及 质数保证科 这个位 出到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就不知道 不过 我们大家香港人也好 有旧记忆的人 大家都知道 无论通识科里面 说现代中国 我们可以说得非常好的 过去在通识科里面 一直都有现代中国的部分 可以透过香港的通识科 包括我们一些通识科的前辈 去看看 比如说 广州的发展 深圳的发展 去到北京交流的时候 既一方面看到 有北京奥运的辉煌成果 也反思着中国的民主政制 是否可以赶上步伐 去到广州 看到他有很强的出口贸易成就 我记得张瑞辉老师 还带大家去看这个 广州城中村 看原来贫富悬殊之间的差距 这些方式教得很好 不过当然 教得太好 没了 你见到的在西方的世界 例如 Bill Clinton 外国人口中的中国 当时邀请中国加入世贸 Bill Clinton也好 大量的一些China hand 在外国讲中国故事 讲得美美到来 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中国笑话 或者非常好的中国故事论述 是让美国人都吸引的 去到英国 华埠的历史当然大家都知道 甚至乎 都真是 很多人出到外面之后 对于中国的文化 隔一重沙 总是觉得他漂亮 但是 这些西方学说 人家就讲这些故事 讲得很好 不过交到官方手上 用成亿 去讲 竟然讲一个 这样的故事 又浪费 又浪费课 有时又浪费大家学习的兴趣 分分钟还打击了学生对于教师 对于整个课程的信任 搞一些这样的内地交流团 真是 不要说你是不是在做浪费时间的行为 究竟是外国 还是海国 都真是要去想一想 去到这里 差不多今天的东西要讲完 最后要跟大家宣布 我们港美教育交流协会 又有一个新的项目 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的跨国英语课程支援 真是要推出 4月底我们就推出了 今年 即是未来的4月底 针对着高小和初中程度 成绩稍迅的学生 大家有兴趣 可以报我们的英语课程 整个课程的题目 和教学方法 当时我在美国那里拿回来 通常一堂60分钟上网去学习 为什么叫跨国英语课程呢 因为我们的 导师 其实是来自 4个地区 香港 台湾 英国 美国 全部都是我们的导师 有部分老师 是一些前英文科的科主任 历史科的老师 有些是金融行业 Bank 里面的专业人士 亦都是大学讲师 和企业培训导师 全部上课之前 都是做了一个适当的培训 包括正向教育等等 两周就四课 四周就八课 八课去做一次 我们是 Thematic Learning 例如说 历史中学习英文 日常依着学英文 Themes 和 学习的文化上 有些什么分别 或者有些什么串联 就多谢美式课程 怎样可以将他们 这个教学法串联出来 学费 其实就应该 比文化协会 和比一般补习 甚至乎 我们是有资助部分的 报名的时候 填写 你本身有没有得到 学生资助 又或者 是不是有教师的 推荐等等 我们尽量 都会给一个 资助学额 资助学额 谢谢港美教育交流协会 盛情的捐助 如果大家对我们 这个会 亦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 在下面留言 就可以看回我们的资讯 今集时间差不多 明天回到来 见你们正英继续 香港人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新闻呢 眼见记者的流失 编制的减少 资深记者的离职 令到新闻资讯 开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资深记者 分析完单新闻 播出的时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这里 我请大家支持我们 坚尼地球的制作团队 简单靠个like 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 最新的动向和资讯 如果大家 行有余力的朋友 亦可以加入我们 YouTube 频道 去收听我们的 深度分析和专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